字數字,七百萬 七百萬? 今天難得不到 為甚麼? 欠薪 我相信對於打工仔來說 都很留意這些新聞 尤其是老闆拖樑 老闆告主無故解僱 酒樓過年前一定收拾了 然後有很多員工 當年盛行一時 但這些事好像最近經濟好之後 酒樓好像少了這些事發生 會否足夠人手 飲食價請人請 現在大家搶人 很少拖你糧 拖你糧 真的沒有人可以幫你做 洗碗都狂搶 但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一直拖欠薪 之前又罵上勞工署 又試過搞定了 又還 昨天也有消息出來 說談定數了 將會發放半個月的人工 大概涉及的錢銀 就是全台員工 大概有七百萬 半個月七百萬 你可以這樣計算 大概一千四萬一個月 如果要找清稅 那個人是上個月的糧 今個月又來 我們到數了 又是年底了 這件事 慘了些甚麼 現在大家正在跑落後 也不是追求今個月的糧 而是追求上個月的糧 你說如果有樓 真的 很多人都會有家人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要暫攬 我鼓勵阿士員工 真的過來 不要唯一這樣的公司 再繼續賣力 大家不要期望他 應該這麼說 不要期望他之後 都會將市出糧 是的 因為你想想 他搞定了11月之後 12月呢 1月呢 2月呢 你想想每個月 你都不保障你的糧 就算了 雖然你熱愛你的新聞工作 我明白的 新聞從業 我們不是只用錢的衡量 但是你都有家人 有家庭 對吧 你都要和你的另一半負責任 和你的小朋友負責任 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你繼續留守 只會成為阿士覺得 你看到你的弱點 知道你們不會棄手 他就繼續拖著你 先出著半個月給你 12月我又先出著半個月給你 每個月拖你半個月 其實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我覺得阿士員工 你不如試一下 真是反效為主 1月1日 跟著那些 現在有說 1月1日 報導外國新聞 國際台的新聞 會停播 有些人會離開 外國記者 外國新聞的同事 和你比較現實 我的外國人應該分得清楚 因為他們沒有糧出 就沒有公開 很簡單 沒有糧出就不上班 對 因為是外國人的文化 其實真的要學習一下 你就帶回他 等他沒有新聞報的時候 阿士都要租他的條例 一定要限他每天 至少要有兩次 那四次 十五分鐘的新聞 難道找一些高層來報 你不如找高層 沒有人報 都要逼出來報 不過我覺得 我認為 導工署應該想到佛質 是比較重手 如果你拖欠工資 如果要入品起訴 很麻煩 要談很久才行 如果成為定額 一計罰款 可能是一個方法 你拖 就以你拖欠的薪金 某個定額的百分比 罰你 即罰 好像吃煙 即見到 不用說那麼多 第一件事 有助力 第二 我想香港的員工要想一想 就是 看一看 應該這麼說 一平時有職職 大家都知道 第二 就是 那種新聞行業的出路 是甚麼 我想這是對於現成 在各行工作的人 和將會想進入這個行業的人 都要想清楚 到真的你不做了 出來了 其實你可以去哪裏做 大陸是否一個出路 即大陸的電視台 或者 熊華基那裏是否一個出路 即他們要想到 其實 因為現在出路都很狹窄 因為那個牌 香港很小 香港很小 我們經常說 香港你要去那裏找 你可以在哪裏找事做 亞視所以 你看到 我看不到有些甚麼處缸 大家有一次 所以 當然我覺得 亞視員工 希望有辦事拯救他們 但你現在客觀地去 其實真的很難 不如你再回想 其實真的很難 我沒有說任何政治合場 純粹是賺錢賺工 大陸是否一個出路 反過來 例如廣州電視台 是否出路 即他們要想 因為接下來 究竟發不發牌 沒有人知道 還有現在 人家說公公都跟你說 不建議你不發牌 有哪個老闆會 扔這麼多錢 他可以一直賴皮 所以整件事 越搞越噁心 越搞越禍的時候 我覺得亞視員工 真的要採取行動 不如跟外籍的記者朋友 一齊 撤離 撤離好過